好 韋航剛剛看到的是 印度最大網路媒體也直接追蹤喔 富士康跟郭台銘現在的新聞事件發展 他的連署過程當中的相關的會選案件 也可能衝擊這一場大選 好的 這個郭董一口氣衝到103萬份啊 其實在昨天還有說 好像不止喔 實質不足 今天也補了資訊了 原來是123萬份 他自砍20萬份 為什麼 自己人都覺得這個太爛了 不能過 好 那送出去103是他們來得及造冊 那實際上還有一些來不及的 所以總數衝得很大 大家都在問啊 這個霸氣總裁的傳說 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 Money Talks 就是錢會講話 那大家都是想錢到底是如何講話 如何去把這些分數生出來 這些案子雖然在各地都在這個進行中 樣態也都不太一樣 有些好像直接買 有些他是找了一群小弟在那邊做 有各式各樣的說法 但都不脫離就是 除了自發性連數之外 有非常多的分數是來自 組織性的生產 還有人頭 不能講人頭就是 呃 代表下去去收 設定了一個份額去把它收回來 好 好那當然啦這個會影響到他後面的審查金 我們就用良率兩個字來說說明好了 這個良率到底多高呢 現在103會被砍下去到多少呢 能夠達到宋楚瑜當時的良率嗎 還有他的良率會跟黃世修的合適的良率一樣 我覺得不太有可能有死人啊 他就算扛五成也是過關啊 對他五成還是過關 反正就是好看不好看的差別 扛五成只是難看一點 但是50萬份有效也是過關 對他過關他過關就是可以選 他就是可以拿的到時候14號中選會給他的那個資格的認證 拿去報名絕對沒有問題 可是他這一報下去啊 實際上郭台銘的傳說也會走到一個 你要說是終點或者新階段的起點都可以 就是要嘛就是自己占到底 對要嘛就是拿著中選會那張子 去跟柯文哲面前搖一搖 哎這100萬份啊 再砍也有個50萬份啊 怎麼辦啊這個大家要不要冷靜做下答案 好朱立倫會妥協嗎 不知道啊目前看來國民黨啊 在跟柯文哲的這團混戰等一下我們會提到啊 混戰過後 目前他們是對郭台銘存而不論 反而是柯文哲非常積極 自從週二業會被迫之後 立刻就去跟郭台銘抱團啊 參加這個葫蘆寺的活動 要坐在一起中午要一起吃飯聊日幣啊 這個各式各樣的消息放出來之後 不料從郭台銘這個支線 今天柯文哲突然又轉回去國民黨這個支線了 好柯文哲在今天呢發了一篇 文章他先批評朱立倫又給他的新方案 找立委候選人出來投票 那柯文哲覺得這必輸啊 好那柯文哲要什麼呢 他說我主張用全民調呈現真實民意 要注意啊昨天他一度也說 也不一定要全民調啊 用全民調搭配一個 全民調58搭配一個其他方案50 注意的人不就開了嗎 那就叫立委出來投票啊 他又說不要不要不要 倒回去啊全民調 又改回全民調 但是他這次提出了 願意推爛做副手 好 只要民調結果 雙方對比 對比是民調 是在誤差範圍內 無論勝負他都會履爛 接受擔任副手 好那為什麼柯文哲會轉彎 這才是大家最有興趣的問題 之前不是很嗆 火車過戰就過轉啊 怎麼現在變得環撞線又繞回來了 這個非常的有彈性 因為幾份民調都呈現 跟美麗島這個滾動式民調 很接近的一個方向 又柯文哲在跌 柯文哲在這個禮拜崩掉 對 好而且他崩的這個狀況很明顯 因為美麗島是滾動式 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所以當你看到 他是一條線型下去的時候 這是撒卡都的部分 一條線型下去的時候 其實代表他後面跌的很嚴重 也就是說國民黨的呢 快速往後移集結 我們再把郭台銘搭進來 一樣有郭台銘的時候 還是一樣出現同樣的趨勢 柯喉一樣拉開一樣拉開到 但是我們可以觀察下個禮拜 郭台銘的數字 會不會有一點點小反彈 就是要看郭台銘他積不積極 因為從剛剛我們錄影同時間 郭台銘又在發政見 又回來選舉了 所以代表郭台銘可能要繼續打 因為如果就撒卡四卡 看起來郭台銘不能去改變 柯兩人局面的時候 那麼他們兩個就會把郭台銘存和不論 但是如果下個禮拜郭台銘 起來拉掉某些人票 比如拉到柯文哲的票 可能就會造成柯文哲不得不去跟這個郭台銘來談 那我們來看柯文哲 而且柯文哲如果真的已經跌破兩成 細卡都變成15% 其實柯文哲再跌個3% 郭台銘反彈3% 兩人就誤差範圍內 來我幫你想下台階 柯文哲將來要想一下下台階 沒有這個就以柯文哲今天講了嘛 就兩個人又來退郭柯去做對比民調 誤差範圍內柯文哲再退這樣 好那當然我們來看到底是崩在哪一塊 其實3咖或4咖年齡交叉分析 你可以看到賴清德他有衰退 但是重點是後而有起來 柯文哲是垮得非常的嚴重 他年輕人的票大量的流失了 而且是他的大本營 20到29歲跟30到39歲 那他少的這一塊基本上他沒有什麼 跟人家談判的資本 人家就說你有年輕票啊 如果你的年輕票混到你一般所有人 大家都一樣的水準 你就沒有跟我喊牌的空間 再來是另外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女性的支持度和男性的支持度 柯文哲還是拉得非常開 差到10%左右 其他侯爾儀啊和賴清德 都是女性略高於男性 就柯文哲的男性略多 所以這個我必須說柯文哲經過 從7月16號以來他的那個大遊行 人家說為什麼有同志大遊行沒有直男大遊行 有啊7月16號就直男大遊行 所以他在7月16號以來 他的這個問題都一直沒有解決 他也不去正視這個問題 他就使得他已經變成一個刻板印象了 再來是選票的匯集過去我們講 侯爾儀最大落點國民黨的票 7成以下有三成流掉 可是三卡都呢 四卡都呢 侯爾儀現在要拿到7成5 8成 基本國民黨的選票回來了 那如果放大到泛藍呢 侯爾儀也吃到7成4到7成 有絕對的壓制力 相對來講呢 原來泛藍還有不少人願意去支持柯文哲 一度高到三成 但是現在柯文哲大概就一成多 跟他的一般的那種支持度來相比 其實就是真的是遜色非常的多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